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一隻機體非常優秀的粉變粉娃頂級騎士 機體到底有多頂呢 馬上來看看 首先目前的狀態 防禦是506 但是這隻帳號要買的話 它是不附這個激憤手套的喔 那開架是180萬台 身上其他裝備都有 就是不含這個激憤手套 大家自己要扣掉 那身上目前有的裝備呢 就是這個加巴的燦爛地龍面甲 但是它已經做地龍加護了 所以這個不能裝 所以這是它目前的打架裝 給大家看一下 都是加巴的這個傷成裝喔 然後加五這個是非科硬的斗篷 非科硬的鞋子 科硬的加六進甲 然後伊娃盾牌非科硬 非科硬的武器 非科硬的盔甲 跟科硬的頭盔 然後再來是科硬的耳環 非科硬的項鍊 非科硬的皮帶 跟兩個變怪戒指喔 那這個徽章呢 都已經點到加九了這兩個 然後這個是點到加五 加七奴隸標誌 跟加九大將軍標誌喔 那它的符石是加三跟加二的 敏捷燦爛 燦爛敏捷燦爛力量 那力量有121 近距離傷害331 近距離命中522 近距離暴擊29% 然後76的施展速度跟這個204%的攻速 減傷179 然後近距離迴避46 遠距離迴避108 然後呢 它的技術命中是40% 技術抗星是16% 然後昏迷命中是50% 昏迷抗星是166 這個東西是隨著它的這個魔眼去浮動喔 那等等也會介紹魔眼 那看一下這隻帳號最大的賣點在哪裡 在它的卡池 法利昂跟巴拉卡斯雙粉便是都有 那金便三張的卡池也是都拿到了喔 所以它的卡池是非常的頂 非常的滿 差這幾隻紙便 目前是沒有這幾隻紙便啦 那它的外觀呢 1 2 3 4 5 5張 欸不是 說錯了 更正 4張紙外觀 4張紙外觀 所以它的卡池是非常的滿喔 那娃娃部分呢 也是有一個覺醒9等的粉娃 然後呢 金娃的部分也是全滿喔 5等 2等 1等 三隻都覺醒了 那紙娃的部分 缺的是這三張 殭屍王 烏勒庫斯跟深海 巨大飛龍 然後外觀 紙外觀是有克拉肯跟史奇 卡池也是相當不錯啦 那再看一下技能部分呢 技能目前是缺紫龍效跟這個金技 其實那是都已經做滿了喔 好那我們馬上來看它的護身符 雅丁世界是20階 奧曼之塔18階 然後這邊是18階 好這個地獄魚不死是滿階喔 那殘酷與黑暗 最後兩層最實用的都是滿階 加上塔是17階 那夢幻樂園是16階 好那來看它的萬能藥 輕量有412罐也是相當不錯 那再來它的收集品 62.73 非常優秀的收藏喔 62.73不好搞 好來看一下它的收藏 該塞的大部分是都塞的還挺滿的啊 好 那來看一下它的這個魔眼喔 介紹一下魔眼 魔眼它是三條都有去做喔 第一條是傷害流啊 然後昏抗4% 騎士版本昏抗很重要 無視傷害減免 無視傷害少3然後雙力量 然後昏命這邊是加5 昏抗加5 所以這條是比較習的 比較昏命昏抗一點 那第二條呢 火魔眼 好是一個命中裝 攻速 然後攻速昏命 然後昏抗 好看你怎麼去選啦 然後第三條就是比較驚艷的 所以它這個魔眼是滿 泛用的喔 什麼情況都可以有對應的魔眼 然後再看一下奉獻石吧 奉獻石第一條 這邊也有個昏命5% 有洗出來 那第二條 也是比較PVE一點 減傷跟傷害 都是有用的 然後這條是PVE的 那看一下根源 根源它有洗一條全金色的喔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屬性 好 然後根源第二條 也是PVE 那第一條它沒洗 然後根源大概是這樣 然後血蒙徽章部分呢 它是已經把這個 守護啊 跟這個勇猛都開到二階封印了 差第三階封印 還沒開完 那智慧這邊是還沒開 那身上的一些物資呢 給大家看一下 地龍的安塔瑞斯加護藍色的喔 然後23456的樓斧 身上的物資大概有這麼多 大家看一下 然後一個八樓斧封印的還沒做出來 他的身上的裝備呢 還有一套海賊套 這是他身上的裝備啦 看看還有什麼沒講的喔 應該講的差不多啦 那這支帳號的開價是180萬台幣啦 那不含手套再次強調 那如果這支帳號也有空聲可以談 如果你有興趣談那空聲就是幫他身上的刻印裝 非刻印裝都拔掉的話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私訊喔 那就私訊我的FB或者是私訊我的LINE 有興趣就私訊這兩個地方 或者是你想要知道更多的細節也可以詢問喔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